欢迎来到梦幻厨房在我家 我是任玲绿辩 今天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韩式炸酱面 韩式炸酱面起源自中国山东 融合在地食材改良风味之后 成为韩国在地主流面食之一 韩式炸酱面主要的调味料为春酱 因为加入黑糖调味 所以外观是黑色 又称为黑豆酱 这也是让韩式炸酱面 看起来黑噜噜的重要调味料 完成的炸酱甚至可以淋在饭上 搭配上些许的小黄瓜丝 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炸酱饭了 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的材料配方跟文字食谱的连结 我都放在资讯栏里面了 大家可以多加利用 或是直接萤幕截图笔记都可以 看自己觉得哪一种方式最方便 拉面的部分看是要自制 或者是买市售的都可以 也可以使用鸡蛋面 想要学自制面条的 可以参考我其他部影片的分享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韩国特有的中华春酱 因为加入黑糖调味 所以整颜色非常的深 这个牌子的春酱特别的有名 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或者在韩国店里面买到 这个算是做韩式炸酱面很重要的一个酱料 取得不算困难了 大家就找一下 酱料的部分 大家也请自行萤幕截图或是笔记啰 先把洋葱切成小丁 马铃薯也是去皮切成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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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萝卜切冰 红萝卜切冰 我们用中火热锅 加入不要过少的油 要先把所有食材爆香 炒香一下 先把猪绞肉炒至反白 香气四溢 接着加入所有切冰的蔬菜 维持中偏大的火 把它炒香炒均匀 接着我们加入分量中的清水 把所有的食材稍微的煮软 让整个味道融合在一起 这个过程大概煮个十分钟左右 把食材稍微煮软就可以 接着依序加入所有的调味料 翻炒均匀 煮至酱汁呈现稍微浓稠的状态 就可以关火咯 如果整体感觉还是水水的 就要再瘦一下水分 降温之后呢 酱料还会变得更浓稠一些 把面放入滚水中 用大火煮约四分钟到面煮熟 中途可以点一到两次的冷水 口感会变得更Q弹 沥干水分之后呢 也可以过个五秒钟的冰水 完成好的面条放入碗中 淋上之前做好的韩式炸酱 再放上些许的小黄瓜丝 超级好吃的韩式炸酱面 就可以准备开吃啦 不要看它黑露露的 真的很好吃 有吃过韩式炸酱饭吗 强烈推荐一定要淋在白饭上试试看 我个人是觉得简直是比卤肉饭还好吃 一会儿吃 炸酱饭 5公斤 5公斤 I think it's not a hopeless thing ever It's not about the fuss and contracts Serenity is made with contacts No, I'm not the only one getting tired Sticking on emotional lives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 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这些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咯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